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杜丰将火速从北京回归指挥队伍全身心投入热身散 最大限度磨合队伍 灌输执教理念 对于杜丰回归一事 不发球迷存在极大疑问 不发球迷纷纷表示 支持杜丰指导重归我谎 而编者以为 没有最好的教练 只要最适合球队的教练 编者支持杜丰指导回归 有以下几个观点 观点一 说实在中国来他有不少本土名帅 诸如蒋新权指导 功务民指导等 论执教经典级临长指挥能力确实在杜丰之上 作为国家重点培养年轻主帅杜丰已是优秀代表之一 虽暂时不如蒋指导 功指导 杜丰盛在年负力强 通过不断钻研 以弥补暂时不足 观点二 无论是对球队还是对球员的熟悉程度 本土教练无处其就 杜丰注册广东队 聚业生涯正在红远队度过 退役一直在队内先任助理教练 在任主教练 球队上上下下杜丰无不熟悉 不存在适应问题 重点在于杜丰熟悉每一位球员属性 发掘多名年轻球员 拥有多年球员使用说明书 可为其量身设计战术及指导发展方向 而缓任何一位主教练还得花费大量时间熟悉队伍情况 观察队员技术特别 两者相较 输有输也显而易见 观点三 杜丰会比任何一位主教练更用心更耐力 广东八怪王伟业杜丰功不可没 杜丰辉煌的球员生涯也离不开红远队 可为杜丰成就了广东红远 广东红远也成就了杜丰 能从球员过度到主教练是何等光荣之时 杜丰内心比谁都更想戴好广东队 以球员及主教练身份 捐为广东红远许的总冠军 因此 杜丰经过国家队一年的历练 经受其无法想象的压力 执教能力由量变到质变 相信杜丰指导能把红远队带回从前 重现当年华丽而不失实际的进攻 种株牢固可破的防线 重塑广东篮球辉煌 综上所述 编者认为杜丰指导是目前最合适广东红远队的教练 希望球迷朋友能给杜丰指导多一点谅解 多一点支持 相信在教练员 球员 俱乐部全体上下及球迷关注下 新赛季在杜丰指导的带领下 创造属于红远队的赛季 为广东队举起第九座冠军导顶加油 优优党加油